有本书上说 想往生 吃毒药念佛也能往生 这是真的吗 这种事情 学佛的同学要做到 学佛 最重要的 释迦牟尼佛灭度之情 教导我们后世的这些弟子 四一法 第一条呢 一法不一人 他说的这些话 佛经典上有没有 如果经典上没有 不能相信 但某一本书上说的不行 某个人说的不行 要佛说的才算 菩萨罗汉说的 跟佛经上都相应 如果不相应 我们可以不接受 所以一定是以经典为依据 一法不一人 经典上没有这个说法 这决定不可以 这样可以的还得了 现在这个世界 每一天自杀的人有多少 这自杀念佛能往生 不能 这个道理要知道 不可以 这是这个 这个净土最重要 就是三经 弥陀经 无量寿经 观无量寿经 哪有这种说法 这是我们净土 基本的经典 根本依靠的三经 都可以 是 我们的经典 都可以 感谢观看